欢迎收看小人物大英雄 我是Pinky 出门要看天气 已经是现代人的基本常识 但是我们每天收到的气象预报 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有一群气象人 他们散步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从空中 地面 还有海上的观测器 来收集大气的变化 一笔一笔的记录分析 尤其每当台风来的时候 他们更是要不眠不休 随时掌握动向 而且及时发布最新的消息 来提醒民众防范灾害 这群人他们工作的地点 通常都在很偏僻的角落 平常我们很难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他们却深深地影响 你还有我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看看 苏林台风中心目标 在宇然丰南丰好海边 广野台风苏林已经发布 海上台风恐怖 请各位在邮金结束造型 从事气象工作以后 我就越深深地觉得 人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出去 每一次每一次做这个工作 做意外的时候 是非常慎重的 是绞尽脑汁 让民众花费最大的价值 也要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是我们身为一个气象工作人員 我认为一辈子应该要去追求的 一个理想跟梦想 中度台风苏立逼近 无疑的天空出现一片诡异的蓝 所有的云都被卷走进空 还有着异常高温的炎热 每天花莲气上站 早晚各要释放高空气球一次 好专门用来进行高空气象观测的工作 这个是气球 这个是降落伞 另外这个是减速滑轮 这是探空仪 那我们现在每天早上七点 跟晚上七点各放两颗球 台风的时候会加放两次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探空释放的动作 白色气球以每分钟300到350公尺的速度 随着探测各个高度的气压 温度 湿度 每隔一秒 由无线电发射器依序发送信号 由高空气象自动观测系统接收 这个气球放上去以后 它升高的高度大概是30公里 观测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那一个半小时以后 它气球破了 破了以后就观测就结束 结束了以后 那个球就随风降落 那掉到哪里就掉到那里 有时候民众接到捡到的时候 就留作纪念品 因为这个是无害的 探空仪可以监测 大气对流层的垂直稳定度 和天气系统的内部结构 对气象预报工作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台风在附近的话 它有一个沉降气流 那我们会挂降落伞 是因为它去怕掉下来 去伤到民众 所以挂了一个红色的降落伞 那今天来讲 它会循着那个台风的边缘去飘 那飘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为了加强我们收集气象资料 因为这个垂直剖面的资料 雷达是看平面 看斜角 那探空是看垂直剖面 那卫星是看整个 从由上往下看 所以每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大气层里面的 整个大气条件 平日探空作业 一天施放两次 台风来临前 为了掌握台风动向 得增加施放探空侦测的次数 这个的话就是把它套上去之后 待会开心会从这边关进来 对 就是一个口而已 关上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浮力 那我们要关到一定的重量 所以它这边会加拔 就是当它浮上的时候 就表示它这里面的气的重量 我们的浮力就是那么大了 然后我们就停止这样子 气球释放前 气象人员要先取出探空仪 开启辅助追踪系统电源 将所有温度湿度归零 以免数据发生误差 那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先放在这里 这是做地面浇验 就是在放上去之前 我要确认这个探空仪的那个 Sensor它是正常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放在这里面 这里面有干燥剂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浇验的时候 它的相对湿度应该是零 因为它是完全干燥的 浇验OK了之后 我们就拿到外面去 跟气球绑在一起 然后就释放 那就在这边接收这样子 完成探空仪组装 将所有线路接妥 数据确认后 还得等待空中卫星读取 才算完成地面浇验的动作 你看这等一下 如果变成绿色的话 就表示说现在的卫星是 有足够了 地面浇验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就是把探空仪拿到外面 确认外面的卫星接收是正常的 对 那现在是两颗卫星 要到四颗以上 台风接近的天空 云层越来越厚 风也越来越强 释放气球的动作 越来越困难 除了空中侦测 还有一个叠形的海上自动观测仪浮标 在花莲七星潭海域 放置资料浮标与测波浮球 专门搜集浪高 波高 风速 气压 气温 以及海水表面温度等资料 提供给海上渔业气象 让作业的船只可以提前回航 进行避风浪 这一天随着苏力台风 越来越接近台湾 花莲港堤防掀起一波波的巨浪 而紧邻海边的气象雷达站 球形建物里的都普勒雷达 正以每十分钟一次 由天线最低阳角到最高阳角 整体扫描 直接观测450公里范围内的 台风中心位置 我们现在这个雷达 是最新型的雷达叫都普勒雷达 是我们的第三代雷达 好处就是因为它可以测雨量 跟风向风速 台风还没有进来的 暴风半径的450公里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台风沿 然后测出它的这个台风的 雨量多少 风向风速 然后把这个精准的数字 再传送给基本部 拜现代科技之变 目前雷达仪器实体设备 无需派人看管操作 以网路连线就可以在气象站内 监控雷达的运作 只是台风来临前后 还是得靠气势攀爬高塔 去检查或排除故障 这风速起码也有到二三十公尺 站得住吗 站不住 你站不住啊 你只要站得住 我其实刚才上去 是不好站住的 究竟台风在外面 因为充满精密仪器 雷达站通常不对外开放 而正当外头天气 风起雲泳时 雷达站内的气氛 也就越严肃 气象体的观测分两种 一种叫地面观测 地面观测就是气象站 另外一个就是尧策的观测 尧策的观测就是雷达站 跟卫星中心 台湾的卫星中心 只有一个 在基本部一个卫星中心 那雷达站的尧策观测 是到四百五十公里 可是卫星中心 它可以尧策到三千公里 可是因为比较远 就很难去判断 它金屯它的一样风速 到底到多大 我们的气象工作 就是在服务大家嘛 那因为平常你根本就是 还没有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只是负责保养 让它射得到天气 但是台风来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时候 大家都是要牺牲家庭 在这里来工作 因为这就是我们 气象工作的地方 入夜后能见度变差 有时还下着见些雨 气象人员得在雨中四处移动 好让卫星可以读到 探测仪的讯号 现在时间到 我们准备要放球了 放球 OK 一百多年来 侵袭台湾的台风 有超过七十个 在花莲县登陆 因此花莲气象站人员 无不严正以待 眼睛紧盯着气象资料 判读方位动向 主任陈世兰 还得随时赶往 防灾应变中心 提供最新的气象资讯 登陆的时间 台风县登陆的时间 可能要到明天的清晨 明天的清晨 所以各位同仁大家辛苦 深夜里气象站依旧灯火通明 资讯从空中 海上 与雷达 立体 平面 垂直面 逐笔收集 位整分析 好让国人 能够平安度过 每一次台风的侵袭 台风天基本上就是跑不掉 就很正常的 你就要习惯这样的生活 干什么来的 是这一条山的沙漫 跟这个 干什么 山气象就是这么一回事 没什么好那个 我们已经很习惯这种生活 没办法 我的小孩子很习惯 这种台风天看不到脑 就很正常 这是我们的职责 谁也替代不了 台湾的东部 因为面向了太平洋 是台风最常登陆的地区 所以花莲气象站 可以说是观测台风 最重要的据点之一 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的 花莲气象站 也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气象观测文物 还有资料 在这里工作30年的陈士兰主任 他不仅细心地保护这些史料 而且自己也成为了收集天空 还有为地球写日记的人 岁月在分秒中流逝 转眼间 这个在日剧时代就存在的古董挂钟 已经在这里转动了100年 早在100多年前 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 没有可靠的通讯工具 就已经有一群气象人 驻守在偏僻荒芜的后山花莲 执行气象观测任务 翻阅百年来 从不间断地记录莫痕 从一本本厚厚的气象日志中 似乎可以亲眼看到 百年前那群无名的气象人 兢兢业业地坚守岗位 在昏暗的灯光下 用沾水笔非常工整详实地 记录着一笔笔的气象观测资料 在风与雷电交加的时候 走出户外 执行人工观测任务 co邊的灯光下 但是这是你的 camb传组 但是都有 我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我肯定的粉色 可以做这些东西 很多都拿去 用压力的但是 我就给这样做 你希望我的天 Whoever 这些东西 是怎么给你 那么什么 这是什么 其实都没有 没有 缩有 这个东西 垃圾 这个位于花莲的 百年气象战 在1910年开始实施气象观测 当时隶属于海关 1921年才移交给台湾总督府气象台 并由花莲港策后所管辖 百年来累积的气象资料 全都在现在的花莲气象战里留存 除了旧文件资料 还有当时日本人特别打造的各种气象观测仪 这台经纬仪风速器 至少有90年以上的历史 纯手工车床制造 精密又方便野外使用 50年代军事单位还在使用这部仪器记录风速 算世纪繁迈的发酵 dele存在眼前的发酵 一边的名字 不论是 对 乃全判рем氏 这步断后 一边的发酵 重量 金发酵 打造成 人维一段 切り重 小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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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决定 小鱷 怪罪。 reun合。 香。 黄金黄金、也是个换子。 但是我们会去缅怀过气的这些 气象工作人员 他们的辛苦 他们的智慧结晶 就留在这里面隐隐约 而且是火深深的东西让你看到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货继者 就要去传承这种 无形当中就要去 很自然地传承这种精神 要好好工作 负这样的责任 尽这样的责任 非常认真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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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的动作很厉害 1987年到花莲任职至今 陈世兰过去在军校学的就是气象 忙碌繁复的工作 只有爱犬来找他玩的时候 才有时间活动紧固 他专门 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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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坦很累啊 非常好 等一下喝水了 喝水啊 喝水啊 这 喝水啊 怎么样 你喝水啊 怎么样 你喝水啊 什么喝水啊 他不理我啊 你喝水 在花莲 面对每次直扑而来的台风 依照地形 陈士兰总有精辟的分析 长久以来观测天象 也让她成为收集天空的人 多年来收集各种天空无数 从各种云图 她可以说出当时的天后状况 看出气候的端倪 对陈士兰来说 气象工作就是一份良心事业 仔细做好这项工作 才能保护生命与财产 并减低伤害 天气一变化的那一刹那 你是不是掌握到 它事实上很多资料 我们可以天气的报告 保护生命与天气保护很多报告 我们可以掌握到天气一变 那第一时间第一秒钟 你就要告诉人家 告诉香港单位 他会去转告他们 就灾害降到最低 那就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生命 产生安全 静腾九次郎 1896年被日本中央气象局派驻台湾 是台湾气象观测的先锋 也是台湾气象史上第一任策后所所长 这个硕果井层的铜像 陈世兰小心地保护着 像是守护着前人步步为营的气象魂 让即使走入科技时代的现在 也仍然以谨慎的心 做好每一次的气象预报 忠实地为地球写日记 天有不测风云 尤其是地球暖化加剧以后 极端的气候是瞬息万变 让天气预测的难度越来越高了 要怎么样能够为大家生命安全把关 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在地都考验了天气预报员的经验 还有智慧 这个也是他们工作最大的成就 还有使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Pinky 我们下次再见咯